中国海底声大阵列首次曝光 有外媒就猜测说 2021年10月份美国海狼级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 在南海海底碰撞事故 或许就如此与此有关 欢迎来到张铭观察 我是张铭 在2022年珠海航展 我们看挺热闹的 这个早就结束早就过去了 但是最近外界的媒体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专门就说了一下咱们中国中电科首次展出的水生探测整体解决方案 这个词听的也弄不清是什么 其实他们指出来这个说的就是海底声纳阵列 这套技术能让美国的核潜艇无处遁形 这套海底声纳探测系统 适合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以及在南海4到5000米的水深来进行布设 其实它的全称叫做光纤海底观测测量系统装备 由这个水深震动海水的严度压力温度等多参数多物理量 这个高灵敏的光纤传感器组成 那整个系统呢又包含这个固定式探测水深系统和机动式的水深探测系统啊 固定的那就好理解了 长期是这个放在重点海域的那个海底嘛 在那地方布设嘛 能对这个海底的这个地质啊 洋流啊 渔群啊 等等这个这些活动啊 进行长期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啊 随时可以看看是怎么一个情况 而这个机动式的水深探测系统呢 则可以搭载在这个舰船呢 飞机或者无人机平台上 进行这个渔群呢 或者是其他水下目标的这个机动监测 所以呢 整个这一套系统啊 在海底的这种地震监测呀 使用勘探啊 渔业资源等探测方面呢 都可以进行较好的应用 当然了 在这个能监测海底的这些渔群啊 自然也就能监视这个大黑鱼了 为了保护这些设备啊 在这个光缆外层呢 还使用了凯夫拉材料 这个进行这个外包装 不容易被它保住 这凯夫拉材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那个防弹衣用的那些东西吧 这个就算是被这个船抛锚 这个船锚意外的去勾住 或者说有这些大型的海洋生物 去专门咬这些光缆的时候吧 也能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不容易一下就损坏 我说起这个事挺有意思的 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鲨鱼呢 就专门去咬这个光缆 而看上去很萌的那个虎精啊 是专门喜欢去撞这些海底光缆 那么外界对这件事呢 就有分析就说了 说现在中国能公开展示 这个海底升纳阵列 说明这项技术 已经对中国来说 已经相当成熟了 而且很可能已经在重要的海域 海底铺设了这些升纳阵列 那么在大型展览上展出呢 它一个是呢来展示一下 这个技术能力做市场推广 当然想把它能够销出去啊 能找到客户 但是客观上呢 也起到了一种对外警示的作用 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潜艇 而更有分析就认为啊 中国早就在南海地区 不搞了海底铺设的这些东西 2021年10月份之后 美国那个海狼机的康涅狄格号 这个攻击核潜艇 它水下不就发生了碰撞吗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已经在这个海底铺设了这个升纳阵列系统之后呢 发现了美国的这个康涅狄格号 而且中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所以这个美国核潜艇呢 在这个慌忙这个逃避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事故 当然了 这个只是一种猜测 而且说的是还挺有鼻子有眼的 具体怎么回事 反正是别人猜测 咱们也管不了 至于说那次事故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啊 到现在也没有公布 而且永远呢 也可能也不会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但是和我们的水下升纳阵列要说起来啊 应该没什么关系 你就看那个不说别的吧 就说那个事故的事发地点 那也不是我们去布设海底升纳的那个区域嘛 不过有一点呢 还真是可以肯定 如果说我们这一套系统越来越成熟的话 在重要的水域布设水底水底的这个升纳阵列啊 那么今后美国核潜艇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好日子就没了 你将会无处遁形 别准备 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